《明运》 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七 《明运》如何改你的命运呢? 就是如何改你的运 改运不求人 而不需要求其他人 科学性地解释如何改运 而改运是由你一岁开始直到死为止 而改运有十大元素 这十大元素就是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职功德五读书 六明七相八敬神 九贵人十养生 我会以下逐一解释 这十项的解释 你就可以改运了 第十样 今次所讲的就是养生 养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习惯 而习惯方面是分内和爱 什么叫做爱? 爱的习惯就是早睡早起 就身体好了 如果你夜晚太晚睡觉 就身体不好了 再加上你的习惯 吃烟、忍酒、打机 这些全是对身体好不好? 浪费精力和浪费时间 是这样 如果你太多习惯 你的运气、命运又怎样会好呢? 第二 再讲 什么叫做内在的习惯 譬如你经常有负能量 经常都不开心 经常都觉得 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发生在你身内 你的吸引力的法质 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在你身边发生了 因为你负能量 会吸收负能量的现实社会 所以一个人的习惯 是很影响到你的命运和将来 今天我想说的话 就要改善你自己的习惯 就会有好的命运和结果 第九样 是贵人 贵人就是认识朋友 我们怎样可以认识多些的朋友呢? 认识多些的朋友的话 就会帮你解决问题 和给你很多意见 你解决问题 你的眼界也很阔 在第十项里面 如何养生里面 就是教你如何有正能量 和好习惯 当你有好的习惯和正能量 你自然会认识好的贵人 什么是好的贵人 亦是正能量 和很积极 和很有计划性 大家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创业 解决问题 和帮助大家 提升自己的级数 但如果你们只是用字面 找贵人 用钱找贵人 最后只会找到佛法活 所以首先就是有自己的正能量 人格 然后再去找贵人 贵人 就会吸引到 大家 又会一起去 去创业 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八样就是精神 什么精神的话 就有好的目标 当你集合团体的力量 和有好的性格 之后 我们需要目标 如果没有目标 又怎会有结果呢 所以目标是很重要的 而为什么要说 叫做精神呢 精神的意思第一 就是尊重自己 当你觉得自己是对的 没有问题的 就要有信心地坚持下他们做 但是做之前一定要对得天下 不可以伤害别人的 所谓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样做任何事都有不败之地了 就会一往上前 就不怕别人说 在背后 只要你自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对得天对得地就可以了 而第七项就是尚 尚是分内尚和外尚 而外尚大家都明白 这个名 如生吹来你是漂亮不漂亮 但我所说的话 外尚的话 你都可以 譬如你觉得 我人很整洁 穿衣很得体 那也会影响你的外尚 而内尚也最想说一句 而内尚的话 就是刚刚之前所说的养生 当你个人养生 早熟早起 再加上好勤奋 好谦卑 好有善心 你的好的习惯 是投射回你的相里面的 而影响到你 很多人喜欢你 还有你一个好好的相都出来 就是内心 是反射回你的外貌 而外貌影响到人对你的感觉 而你的好的外相 也都会令到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上由心 就是这样解释了 你的心 是什么心 是这样反映你的上是什么样 第六样 第六样就是名 而名是分开内和外 首先想说是爱 爱的名就是你的姓名 难道你的名字 叫做不美丽 不美丽 或者是不英俊 不英俊 当有这些名字 你的命运会好吗 人人都说你不美丽 不英俊 所以 很多一出生之前 伴母 就会帮小孩子去改名字 希望她有好的命运 好的将来 好顺耳的说话 还有 至于 内名的意思 内名的意思就是 当你认识很多朋友 而你养生里面 你有很好的性格 很好的声誉 很有信誉的人 你的名声就越来越大了 内名的意思就是明星 会影响到你将来的事业 交朋友 和各方面 会影响到你的命运 和将来的 而第五样的话 就是读书 而读书的话 不单止是小学 中学 大学 而因为你读大学的时候 就算你是 读会计 但最后你不做会计师 你反而去 自己开生意 或者是做其他 和你读会计 完全没关系的行业 所以 读书是不断地学习的意思 譬如你去做行商 做自己的生意 你就要再读工商管理 或者读不同的国家的语言 提升你的视野 提升你的交济能力 所以读书是说 当你在小时候去读书 就算你在做东西 更加需要读书 这样才可以提升到你的视野 和你的专业 当你有小时的读书 大学的经验 再加上你做事实践的经验 再加上实践的经验 再继续去进修 是这样的名副其实 是你一个专家 是行业的专家 所以是很影响到你的将来 和你的入行 而第四样的话 就是职工德 其实职工德很简单 就是做善事 做善事分很多种 你有钱的就捐钱 没有钱的就做善事 或者有招皮的话 就帮个招皮扔立法桶 不要善妇婆婆 公公婆婆 做善事 其实很多成功的人 巴菲特、李嘉诚、刘德华、古天乐 他不断地做善事 有因必有果 做善事 就有很多好的结果 有很多的恩德 令到他有不败之地 还有 当一个人 他做所有东西 都是做善事 他不会被名利所影响 所以他做每一件商业的决定 都不是因为他的名利 所以他的结果就很清晰 永远都不会错 不会因为名利 而影响到自己的决定的结果 所以做很多恩德 功德的人 永远都有很多好的结果 很多人都希望他长久 很多人都希望他有不败之地 所以很多成功的人都会做很多功德 第三个就是风水 我叫风水 就是适合的地方 做适合的东西 例如很简单 当你装修的时候 你的射手间就不要对着睡管 因为射手间 去完射手间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细菌 而细菌的话 风吹到家里面 吹到房间里面 你的睡觉里面就会吸光 你的身体就不好 所以风水就不好 又或者 一个以前的别墅 别墅 有一个水池 为什么有水池 因为水池里面 但是在夏天里面 晒了水池里面 比如里面有湿的气 就会滋润到家里 就不用那么热 里面的人很精神 做事里面很开心 所以他们所做的事都有效率 而很多外国公司 和外国公司 都会请一个风水师傅 去看一下 那些高级经理 或者是CEO的位置 好不好 所以都会请一个风水师 看看可不可以 做到最好的位置 还有一个商场里面 很奇怪 有些位置是很好生意 有些位置是很好生意 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说 其实里面牵涉了很多的气场 和位置 和空间 和气流 和光面 而有一个总结 很不好的风水 最后想说的就是混 而混的话就是混气 而混气分两种 一种就是与生俱乐 譬如命里面有很多运气 我现在也认识朋友 他中了十几次六合彩 都是二三四奖 真的很好运 这件事的话 就没办法的 这是我明白的 那现在我所说的话 另一种混气 就是你越做多多善事 做多了我之前所说的功德 如果一个人做了越多功德的话 你就会反射在世界上 你就会很多时候都会有混气 混气就是说 可能被了一个灾害 或者是原本你是乘搭巴士 那个巴士会有意外的 但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素 让你车达巴士 来淘汰这个劫 所以一个人的运气 都和你的恩德和养生 是很大的观念 也都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最后的总结 就是命运 一加二就是命运 命运不求人 当你做好之前的九样东西 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了 是不需要去算命啊 看相啊那些 好科学性的 是改变你的命运 改变的命运最重要 就是改变你的习惯开始 你不吸衣 不喝酒 不打机 不浪费你的时光 设好自己的目标 设多些人 做多些功德 你所有东西都变得好了 所有东西都吸引你的法师 去改变你的文明 改变你的将来 达到你所要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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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